帶大家來看看日比古雷姆飯店 那房間裡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 按摩椅 這邊的話是書桌區間 這個是化妝鏡 這是什麼手機充電線 但是 有一些插頭 好像現在已經沒有再使用了 這可能很多年了 有一點舊 房間有提供 兩瓶水 筷子 一個小冰箱 房間裡面沒有茶包 如果想要喝熱茶的話 大廳旁邊有一個櫃子有很多茶包可以選 幫大家試躺看看 今天的床舒適度怎麼樣 還不錯 雖然房間空間不大 但是我覺得這個 軟硬度還蠻剛好的 那一樣就是 等我睡過兩個晚上之後再告訴大家我的心得 會選這邊是因為我入住的今天是禮拜五 還有明天禮拜六 在東京的話禮拜五跟禮拜六房價就是比較 昂貴一點 選這邊是因為 價格考量 我訂的價錢 兩個晚上大概八千塊 如果有跨禮拜六的話算是蠻超值的價錢 帶大家來看看浴室 最重要的要先來看今天晚上要不要洗頭 吹飯機有一點小耶 這麼迷你 那 今天晚上不想洗頭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浴缸吧 什麼 沒有浴缸 居然是禮藝間 沒有浴缸耶 我在日本很少住到沒有浴缸的飯店 大家如果跟我一樣 喜歡泡澡的話 入住這間飯店 要特別慎重考慮 有一個免治馬桶 這邊是大廳 比較小巧一點 可以看到帝國飯店耶 你看只要過個馬路 可能十秒鐘就到帝國飯店了 飯店的入口 有一間自動販賣機 它是賣一些飯店自家的購物袋啊 然後洗髮金啊 沐浴爐 如果有需要牙刷 梳子 刮胡椒這邊 等等備品 也是自取 這裡是飯店大門口走出來 會不會太美啊 只要越來住好美喔 剛剛下雨了 回到飯店就發現 有這個 叫做 雨傘乾燥 抹布 可以這樣翻譯嗎 這樣子所有客人回來的時候 把雨傘先在門口乾燥一下 再走回去大廳 就不會死大大的 如果有需要燙衣服的話 可以打電話跟飯店說 要借迅斗跟燙衣吧 哇 這按摩椅 好舒服喔 這個腳啊 它是同時按背跟腳 然後腳也可以調角度 來調一下 哇 躺著按好舒服喔 雖然這個房間沒有浴缸 但是我覺得按摩椅很加分 推薦 來說說我這三天兩夜 住在日比古雷姆飯店的心得 我覺得這個房間 最棒的就是這張按摩椅 雖然它沒有浴缸 可是這按摩椅好舒服喔 這張按摩椅它的 尺寸比較小一點 我覺得對我來講剛剛好 就對嬌小的女性來講剛剛好 對身高比較高大的男性 可能會比較急一點 因為你看這座位就是 比較小適合女性 那來說一下優點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它的 地理位置 它離地下鐵日比古縣 走出來只要兩分鐘 就到飯店了 這附近有超多美食跟好逛的 很人氣的美德利壽司 還有哈佛 還有好好逛的 Big Camera 跟 Lumine白貨公司 都是走路三分鐘 就可以到了 所以你可以 去逛一逛逛累了 然後提不動了就走回來 那住不起帝國飯店 也可以 輕輕鬆鬆走路30秒 去帝國飯店吃早餐 既然說了那麼多優點 也來說一下缺點 我覺得最大缺點就是 房內的空間 比預期的小 這個房間是 15平方米 我一個人住 其實是很舒適的 只是一般的 15平方米的房間 床旁邊的空間 就是大的行李箱都可以攤開 不過因為這個房間 它放了按摩椅 所以就沒有地方可以攤開我的大行李箱了 我自己的解決方式是 我一日目住之後 就把我這三天兩夜 會使用到的衣服 化妝品 保養品 睡衣 通通都拿出來 把我的行李箱 關起來讓它站著 這樣比較不佔空間 床的部分我覺得 中規中矩不難睡 軟硬勢中 偏硬一點點 棉被的話有溫暖 但是如果要跟前一天我住的 日比谷花季飯店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前一天的飯店 當然啦 一分錢一分貨啦 茶座啊 都黃黃的 這個 免治馬桶的開關 你有沒有覺得它有點黃 整體來說 以 禮拜五禮拜六 平均一個晚上4000塊台幣來說 這樣的 地理位置 然後房間有按摩椅 我覺得CP實質是OK的 那就等你們親自來住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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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